再见了瑞金 震撼 震撼 发生在上个世纪 三十年代中期的万里长征 是人类历史上 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 是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的功能军 创造了人间奇迹 是中华民族 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是中国革命史上 一种故性的风味 长征的胜利 实现了中国共产党 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红军主力转移到抗日的前沿阵地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担负起抗日战争中流抵入的使命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征的胜利 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 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长征的胜利 宣传了党的主张 拖下了革命的火种 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长征的胜利 保存和锻炼了革命力量 经过长征考验的共产党人 和红军将士 许多成为治党 治国 治军的主张 长征的胜利 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 中央领导集体 先后参加这次长征的 有当时的中央红军 也就是第一方面军 红二十五军 他后来编入红一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 这三支主力红军的长征 历时两年 途经我国中部 南部和西部十四省 形成约六万五千余力 其中 中共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 最先踏上长征之龙 他们纵横十一省 长驱两万五千里 是红军长征激流的主干 本片反映的 就是中共中央直接率领下的红一方面军 在万里征途中 每一天发生的 艰难曲折 而又精心动魄的 战斗历程 那么中央红军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万里长征呢 1931年918时 日本地步主义侵占东北三省 顶步步紧逼华为 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机 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政策 不是共产党提出的 对日夺战的主持人 坚持让外地先安倍的政策 继续对共产党领导的国军 和各革命的军事 进行大规模的军事 1933年9月 国民党当中 一顾50万种兵 对中央军区 发动第二次的警战 由于党内作清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 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李德的错误指挥 1934年10月中旬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实力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被迫撤离中央苏区 实行战略转移 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 于是 历史上的中国工农红军 幻灵长正 就要开始了